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心动的信号四 梦幻联动 国产恋爱综艺里各位帅哥美女的颜值实力太优秀了 四档综艺节目里的人气嘉宾聚集到一起 或是什么样的场景 相信很多观众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梦幻联动 近日 心动的信号四 梦幻联动 心动的信号四 梦的女嘉宾方斌涵 便亲自体验一场梦幻联动级别的合影 心动的信号二 梦的威廉 吴祥薇 心动的信号四 梦的女三 方斌涵 令人心动的offer 梦的詹秋逸 遇见你詹好梦的钢铁直男陈伯枪 四人因为一场时尚相关的活动聚在了一起 于是便诞生了如此养眼的一幕 在小屋里时 大家一忙着磕糖 反而忽略了女三方斌涵的时尚气质 直到看到了他和陈伯江威廉同框照片后 才意识到了这位女生在节目外 有多么的光彩照人 当然站在他身边的两位男生也非常优秀 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 都已经达到了男神级别 首先来说说陈伯江 这位男孩在《遇见你真好理》的表现 极具看点 因为性格太直男 一度让网友们忍不住成立了伯江救援会 目的就是为了撮合他和女嘉宾 不过陈伯江的单纯和可爱也让大家对他充满好感 如今的陈伯江依旧阳光帅气 身材更是直追专业模特 再来说说威廉 他和方斌涵一样 都是心动的信号里的嘉宾 虽然两人不在同一期节目里 但却在现实中碰面了 威廉晒出铜框合照后 方斌涵还跑去留言了 抱怨对方没有给自己批图 这大概就是男女生发照片时的区别吧 不过方斌涵的反应 也证明了大家私下的关系都非常不错 毕竟都是同一组PD带过他们呢 心动的信号四 梦幻联动 女三和陈伯江 威廉同框 颜值太优秀了 这次线下见面 也让大家领略到了国产恋爱综艺里 各位帅哥美女的颜值实力 不知道男二陈思敏当时是否也在场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